当一个人世源已尽时 世俗上称之为死 在佛教称之为往生 死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没有了 不存在了 往生则不同 往生并不是死 是从此而往彼 人死并非如灯灭 我们不会凭空消失 我们的肉身有生死 但是神识则不生不灭 往生就是神识搬家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也叫做色壳子 有形有色就像一所房子 住久了 房子自然就成就了 变坏了 这时主人就要换房子了 我们的神识要搬到哪里 往生到哪里去呢 世间的一般人在生死关头 那种令人绝望的巨大的死亡痛苦逼近的时刻 是丝毫做不了主的 只能随夜流转 在六道轮回里 天 人 畜生 阿修罗 恶鬼 地狱 这六道 生死轮转 一生当中有重大的善业或恶业 哪一个业最大 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业 临终时重者先迁 就给牵引去了 极重恶业 命中直入地狱 未闻佛法 却乐善好施 极大善业命中直接升天 凡夫就这样在六道里面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出此入彼 无休无止 而在轮回里面 在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 待得时间久远 往生善道的时间很短暂 正如彻悟大师 在劝发菩提新闻所说的那样 地狱失常 而苦重 祈佛以来 犹为遗子 八万劫后 未托歌身 触道时常已急 鬼欲时常游备 久经长劫 何了何休 忘苦交间 无归无救 如何才能脱离 这样的生死苦海呢 除了六道以外 还有别的去处吗 久远节前 有一位国王 悲鸣众生 生生世世轮回六道 不能解脱 所以发心出家 成为法藏比丘 他在世自在防佛 坐下修学 写取210亿佛土 功德庄园 经五阶的思维 而洪发超市的 四十八大院 愿远 愿远要用国地名号 救度十方的苦恼众生 愿远要成就 一正庄严的西方佛国 毫无条件 要接引凡夫 回归西方 云成佛道 又历经照在 永结的苦修苦行 成就了清静庄严的 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了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的 阿弥陀佛 同时也成就了 往生比国的 最最方便的途径 万德鸿鸣之 南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果地上的功德 送为我们 众生因地修行的功德 把累生累世的 修行功德 全体注于 一具名号之中 拱手送给了 十方一切众生 就像是父母 要将他们 所积累的一切财富 无条件地 继承给子女一样 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的 大悲慈父 阿弥陀佛的誓愿 是为我们而发的 他的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为我们 而成就的 阿弥陀佛 成佛到现在 已经十节了 十节以来 阿弥陀佛 一直在呼唤着 十方众生 往生到他 为我们建好的 极乐世界去 并为我们选择了 人人都可移民的 最最简单的方法 信愿持民 求生净土 我们直持民号 愿生彼国之愿 必能与阿弥陀佛 誓愿救度众生的 四十八愿感应道教 定能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 一般佛教中所指的往生 就是从我们这个污浊世界 灵华化身 到庄严亲近的西方极乐世界去 享受无量的寿命 永恒的快乐 正如无量寿经上所说 我若成正觉 立民无量寿 众生焚此好 聚来我差中 如佛金色深 妙相西圆满 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大愿大力 皆引导师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